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接着礼拜一 又跌115点 早上开盘的时候 一开高涨168点 开那么高了 还是又杀下来 最后跌了115点 惊魂未定 被上个礼拜五大跌1000点 吓到了 上礼拜五 从台积电法说施灵 到以色列攻击伊朗 最多跌了1000点 收盘跌了774点 我一直跟大家讲 都是在演戏 都在拌戏的啦 你看伊朗攻以色列 事前一个礼拜就预告了 九月几号晚上我要打你 我要用无人机用飞弹 事前跟你预告 还提醒你要守住喔 要拦截住喔 那不在演戏吗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以色列还击 结果呢 把我们吓死掉了 事后伊朗出来讲 我们只看到三架无人机 都被我们拦截下来了 我们没有感受到被攻击 那你不是在演戏吗 对不对 你看从伊朗到 从以色列到伊朗 1700公里啊 1700公里你要真的要攻击 应该是飞弹嘛 对不对 你用无人机 无人机飞的那么慢 无人机飞了1700公里 还不被拦住吗 正常的嘛 那伊朗也出来讲 我没有感受到被攻击 所以我也不会报复 那你说不是演戏吗 那既然演戏 那就要逼真嘛 对不对 演戏就要礼尚往来嘛 所以一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过 那一切都是在演戏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上礼拜五 台北股市跌这么多 外资卖了857亿 这可以理解啊 人家要做多要做空 是人家的决定嘛 你也不能左右他 那为什么外资会卖那么多 因为外资手中有 一千一万九千口的空单 台子期空单 外资有那么多的空单 你让他逮到机会 他当然是把台股给打死嘛 打死他台子期才赚得多嘛 是不是 所以礼拜五外资一天卖了857亿 那融资一天也减了50亿 投资人也吓到了 政府在护盘 投信买了82亿 那伊朗澄清完之后 礼拜五晚上 美国一开盘就开高了 道琼涨200多点啊 你看今天亚洲的部分 南韩涨1.4% 日本涨370几点 香港也涨了快2% 印度 你看今天印度涨300多点 上个礼拜五 伊朗澄清完之后 上礼拜五印度 开低走高大涨 今天又继续涨 所以整个国际的氛围 其实已经落幕了 整个国际的氛围 以伊的空袭已经落幕了 因为伊朗已经说 我没有被攻击到 我也不会反击 那当事况都已经落幕之后 你今天台北股市再杀 就太过分了 代表大家蒙着头只看我们自己 恐怕到啦 没有在注意整个国际的氛围 国际的状况是如何 你要随时保持清醒冷静 懂吗 上礼拜五可能大家被这个吓到 被废城半导体吓到 废半上礼拜五跌了4% 我们来看上礼拜五 美国股市的表现 上礼拜五台积电ADR跌了3.4% 因为台北股市跌了1000点 所以ADR跟着一起跌 上礼拜五AI的部分 Intel跌2.4% 安谋 细致台安谋 大跌16.9% AMD跌5.4% 怎么跌这 美超围大跌23% 影响灰达也跟着跌10% 然后同时美光跌了4.6% 罪魁祸首就是美超围 因为上礼拜五美超围公布 第一季财报要发布的时间 也就光是讲时间而已哦 就摔成那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美超围以前在发布的时候 他会事先预告几月几号发布 那同时也会事先先讲 这一季可能是怎么样的情况 会先预告 那这次没有预告 只将几月几号发布 那因为没有预告让大家担心 你是不是表现不好 所以连预告都不敢预告 所以疑心深暗鬼 造成大跌 那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 美超围订单接很多 可是晶片拿的不够 所以影响到出货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这个样子 但最后还是要等 他财报发布出来实际的情况 才会确认 那美超围一大跌之后 包含辉达也都下来了 安谋也是财报 不如市场预期也大跌了 这段期间其实美国股市 有些股票本来就跌很多 你看苹果 跌了四个月 最近又破底 AMD 原本跌28% 这次在加速跌 已经到36%了 美超围 涨到1229 原本修正23%了 礼拜五一根打下去之后 变成跌到43% 所以其实他们 早就开始慢慢跌了 不是礼拜五才跌 是早就开始跌了 我在节目里面 也都给大家看过了 那你到了礼拜五 你才被吓到 太烦了嘛 我早就给你们看了 回答 我早就提醒你了 会不会做一个头 会不会变成做一个头 要注意哦 原本修正17% 礼拜五那根打下去 变成23% 这个头部很明显出现了 可是 你要早就已经开始慢慢跌 只是礼拜五速度加快而已 安摩这一次几乎腰斩 从164 礼拜五 跌到85美元 跌掉快50% Intel几乎回到起长点 51 跌到34 跌到34% 人家早就开始慢慢跌了 那礼拜五被美超围下到之后 卖压整个一起出来 嘴尖台湾AI的个股表现也很弱 那礼拜五 美国 道琼为什么涨 道琼为什么涨 因为银行股强势 撑住道琼 航空股 礼拜五也强势 那航空股强不是礼拜五强啊 从礼拜三 航空股就在大涨了 对不对 礼拜四 航空股又继续大涨 包含礼拜五 航空股 还是表现很强 随着给大家看 知己知彼 常够百战百胜 美国最近 半导体AI在跌 航空股一路上来 我每天节目里面 都跟大家看啊 对 每天节目里面 都给大家看了嘛 达美航空 已经涨了60% 你看AI的股票 AI股票是下来的 航空股是上去的 达美航空60% 联合航空53% 阿拉斯加航空50% 那美国航空股上去了哦 涨幅都50%以上了哦 超航空 我们怎么没走哦 我们还没走哦 你看美国的航空股 都已经涨50% 涨53% 涨60%了 我们航空股超航空还没动哦 要没叮咚哦 那好的一点是 好的一点是 台北股市上个礼拜 跌了1600点 航空股也没有被击垮 今天航空股 超航盘中一度涨到4% 收盘涨2% 要注意哦 目前33 34的套牢区 到时候如果过的话 会不会跟着美国股市的航空股 一起喷出去 你要注意嘛 获利创历史新高 比较七倍而已 所以经常跟大家讲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你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不用被指数给影响啊 不要担心指数的问题 行情本来就是涨涨跌跌的 你看这次道琼 总共修正了2278点 林德彦早就提醒你们啦 高档有背离哦 注意随时会回档 是不是下来了 本堂报道题 原本13% 上礼拜五跌4%加起来 已经修正18%了 我也是事先就有提醒你们啦 高档有背离 越来越高指标越来越低 注意会有回档哦 行都来啊 每天看我节目 该提醒你我都讲了 所以早就有心理准备的时候 你就不会乒乓乱嘛 你就不会手脚错乱嘛 是不是 台北股市的情况 跟美股其实也是一样嘛 越来越高指标越来越低 所以我也提醒你随时会回来 包含 30分线的部分 也有MACD背离啊 所以台北股市 但是这次回来1600点 都是预期中的 因为早就跟大家提醒了 早就跟大家提醒了 高档有背离出来 只是上个礼拜跌的比较快一点而已 你要是慢慢跌 我们是一次到位 一个礼拜就1600点 所以每天提醒你 管的不要去堆 所以掌高的强势股 不要去堆 我们掌底部的股票不就好了嘛 很多人喜欢追强势股 追的结果 一定就好吗 也不一定嘛 对不对 你看今天 中工 涨停一路打到变跌 因为地震后 大家都在猜 会不会都更速度加快 所以营建股 工程股 最近喷出去 那当你要买也可以啊 你底部买嘛 等到大涨之后 你再去追 你看今天所有工程的股票 全部都从大涨变大跌 工信力期大涨变大跌 对不对 日盛生 从涨停翻黑 对 心路 贯德 从涨停打到翻黑 包含最近强势的电线电缆 打到叠停 所以你一直在追强势股一直在追高 会比较好 乖乖养成买底部的股票 你就安全了嘛 是不是 你就看转了嘛 今天AI的股票 持续重灾区 AI的股票不是现在跌啊 很多都已经跌一段了 对不对 很多都已经跌一段了 这个早就已经开始跌啦 不是现在才跌 对创意早就在跌啦 不是现在的事情 资源 早就开始一直在拨跌啊 对台光电早就在跌了 你现在再去杀低 会不会杀到最后一帮去 会去台那最买了 对今天反而比较强的是 光宝科跟台达电 因为已经在底部的股票啦 对不对 这已经在底部的股票了 就杀不下去了 今天反而其他AI在跌 它反而开始涨 光宝科也是啊 已经在一年底部了 反正就杀不下去了 所以够的股票你求没劲 管你的股票你就不要去堆 你看上个礼拜热门的 重电的股票今天也是全部都 全部都倒 华城最后是跌停 中心电工九顶电 对不对市电 电线电缆全部都大跌 唯一剩下什么 唯一剩下溯天 我们在操作的股票溯天 像我们的母的股票在去而已 其他都拨拨下去了 而且还跌很重 所以不要去队关 一直提醒你们 找底部的股票买 让我们找底部的股票买 你看今天航空股 今天反而航空股就起来了 从空运到海运 今天相对变成避风港了 是不是 常常航空就不再多说了 今天外资持续在打压 一定的啦 台子期抗担一万高清靠 所以开那么高 还被他打下来 加上恐慌心理作税 可是记得 开始陆续发布财报 第一季财报有好成绩的 目前股价在底部的 趁这个时期 趁机会赶快买 趁机会赶快买 你不要去杀低 有些第一季赚很多的 现在股价已经跌升了 趁这个时期趁机会赶快买 我带你买 你也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 做第三季三到五天的行情 中壘一百四买 两天后一百五卖出 两天后一百五卖出 三天赚十块钱 十块钱一张一万 十张就十万啊 那你如果舍不得卖 今天剩多少 剩一百二十一 我们是一百五十卖的 那有差吗 差很多啊 尾创一百二三买 两天后一百二十九卖 一百二三买一百二九卖 三天赚六千 十张赚六万 那你舍不得卖的结果 今天变一百零八 我卖一百二九的 所以带你进 我都会带你出 上个礼拜 单股周周发 买中时化 对 赢家会员买中时化 短线操作 上礼拜 中时化九点七买进 短线五天操作 为什么买中时化 净值二十点七八 股价才九块七而已 差一半去 外资连买十三天 你看我上礼拜买完之后 上礼拜大盘跌了一千六百点 中时化今天大涨 我今天趁拉上的时候 中时化十点二附近 获利五%都卖出 今天随便卖啊 卖掉之后还有到十块半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卖最高点啊 既然是三到五天 短线寄什么 短线寄贪嘛 有赚该走就走 大盘跌了一千五 大盘跌了一千六百点 大盘跌了一千六百点 对大盘跌了一千六百点 我们短线做中时化 对大盘跌了一千六百点 我们反正赚五%跑掉 我们反正赚五%卖出 就是单股周周发 所以你也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的操作 三到五天的行情 增加操作的灵活度 也增加你的投资 投资报酬率 个股都一样 该买底部就要买了 你要等它涨高之后 你再去追 你看多买底部的股票啊 金城科 四个月底部 冲出去拉回来买 获利创历史新高 你看这段期间 大盘跌了一千七百点 大盘这段期间 跌了一千六百点 它也是无动于衷啊 投信还一直在加码 投信还一直在加码 买智新 260买的 260买智新 也是打了五个月的底部 买完之后 是不是冲出去了 这个有押回来都是买 七回来都是买的 溯天也是底部的 216 217 225 拉高250卖出 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一张三万四 十张三十四万 打下去同样都是Q 今天大盘跌一百多点 它还是涨 打不下去啊 只要有下去都是Q啊 有些来都是买啊 因为底部才刚完成而已啊 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专找底部的股票带会员买 你看台达店 380跌到270 也是我在买的啊 买完之后是不是大涨了 涨高 350卖出 卖出售市市市市会下来了 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过啊 这是涨14天 跌回来14天15天 这底部啊 要Q 指标也在低档区 对不对 今天大盘又跌 没博啊 又去抗拌了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50% 才会轻松如意嘛 对不对 技嘉350 跌到220 也是我们在买的 赚找底部的股票买 你要赚个30% 50%很容易的 美食350跌到220 做个两趟 又是快40%了 后面这波再拉上来 330出清 我也跟大家讲美食 时间到了要休息 时间到了要休息了 我说完之后是否还要 等他修正完之后 财报陆续在发布 去管得不要去堆 找底部赚大钱的 不然让林特燕带着你做 全力冲刺520 全力冲刺520 买底部的股票 王仲敦电话 金统广告小组马上回来 欢迎我在现场 台股被上个礼拜五 跌一千顶 惊到 国际都已经稳定下来了 南韩今天大涨1.4% 日本涨370点 香港涨327点 印度已经连涨两天 今天又涨426点 新加坡今天也涨1.39% 只有我们还在跌 心头抓好疼 真的下到去受惊 不要禁魂未定 自己下自己 不然你跟我一起嘛 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 三到五天的行情 你看上个礼拜台股大跌 我们买中石化9块7 五天短线操作 今天10.2卖出 今天10.2卖出 5% 当时就5%了 我也没有卖最高 我10.2冲上我就卖 大盘 跌了1600点 我们买中石化 反而冲出去 上桌队人 做得对了嘛 我没有给你推官 我们只买底部的股票 到五月中 所有1700多家 财报都要发布 官员不要去推 我们找 低点的股票 底部的 或者跌升的 业绩 反而大爆发的 我们找这股票来求 这次三月营收 总共有57家 创历史新高 这里面股价跌升的 你依照这样的方式 你看台光店 一月营收历史新高 三月营收历史新高 第一季成长75% 股价从550 已经跌到今天350了 38天 20天 20天 一倍 40天 这时间已经到了 你不要去欧买台 这要逢低买了 技嘉 三月营收大爆充 成长149% 第一季成长96% 股价从395 已经跌破300块钱了 我算时间给大家看过 24 25 21 23 对25 这个时候 我说这边会跌12天 我说这里会跌12天 等12天跌完之后 你看我讲的时候 我说完之后 我继续在拨跌 今天又跌了10块钱 等这里12天跌完 时间到 就是好的买点 所以你去算看 12天在什么时候 时间到要懂得接 材料KY 第一季成长131% 这次股价跌下来 也是好机会哦 依照时间周期 35天的35天 如果算的时间 没有错的话 两日内 两日内 就会出现反转讯号 对 三阳工业 打了八个月的底 你看大盘这一次 1600点 万转无影响 这个随时也会开始动哦 随时会开始动哦 所以现阶段 趁大盘再低的时候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赶快下去买 财报陆续会发布 不然跟我一起 全力充斥520 我带你买底部的股票 就祝你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